中南海人事异动 朱镕基大秘再回国务院 中国经济面临五大困境 习近平毫无对策 美国发布最新前往中国的旅行警示 故意跳过美国 中国军方罕见组团访问英法 理解美欧 中国多家大航 下调美元存款利率 人民币大扁 中国外汇黄牛重现江湖 抛售房产有价无视 中国房地产市场危险 网传人大全校学生信息被盗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今天的报道内容 中南海人事异动 朱镕基大秘再回国务院 近日中南海出现人事异动 有消息称前中国总理朱镕基的大秘李炳君 将回卢国务院接任国务院常务副秘书长一职 香港明报7月2号透露 朱镕基大秘贵州省长李炳君将重返国务院 接国务院常务副秘书长丁学东的遗缺 现年60岁的李炳君 山东邻居人 现任中共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委员 曾在国务院办公厅担任秘书达22年 朱镕基于1991至1998年任国务院副总理期间 李炳君在1997年8月升任国务院办公厅副局级秘书 1998年至2003年朱镕基任总理时 李炳君于2000年11月升任国务院办公厅政局级秘书 朱镕基办公室主任 2007年9月升任国务院办公厅副部长级秘书 离开国务院办公厅后 李炳君历任江西省副省长 赣州市委书记 江西省委副书记 贵州省长 此次国务院人事异动 李炳君可能接替国务院常务副秘书长丁学东的职务 丁学东已被任命为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党组书记 另外隶属于国务院的央行也进行了人事调整 据中国人民银行官网消息 7月1号下午召开的领导干部会议 宣布潘公盛任央行党委书记 同时免去郭树清央行党委书记 易纲党委副书记的职务 现年60岁的潘公盛 屡心前担任央行副行长 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进入第三任期后 国务院由他的亲信李强掌管等同于降级 中共党政均形成了习近平一人说了算的局面 而习近平把官员的忠诚看得比能力更加重要 因此可用的人寥寥无几 香港南华早报6月23号引述5名消息人士报道说 习近平最信任的心腹之一 中共前副总理刘鹤虽然已经退休 但仍然参加中国政府有关经济事务的内部会议 并具有很高的影响力 一名消息人士说 刘鹤被要求在国内经济政策 以及如何就贸易与经济事务与美国打交道 等关键议题提供意见 另一名消息人士则透露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华后 包括美国财长耶伦在内的多名美国官员 将访问中国 北京在制定对美策略方面需要靠刘鹤的经验 刘鹤退休前一直是习近平最信任的经济顾问 也是与美国贸易谈判的关键人物 中国经济面临五大困境 习近平毫无对策 据自由财经报道 中国去年12月初取消了严格的新冠清零政策 原本经济学家和华尔街投行以为 中国经济将强劲复苏 进而刺激全球经济成长 但根据彭博社的报道 今年已经过半 上述光景不仅没有出现 中国经济反而陷入五大困境 更糟的是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并无解决这些问题的好方法 报道说 中国18兆美元经济在五大领域陷入困境 包括消费支出疲软 房地产市场危机四伏 出口疲弱 青年失业率创新高 地方政府债务居高不下 这些问题已经开始对全球大宗商品价格 到股票市场等产生了影响 原本中国在去年12月取消清零政策 并重新开放边境 经济学家和华尔街投行一度乐观地认为 中国经济将出现报复性购物 外出用餐和旅游增加 但在今年第一季经济出现初步反弹之后 第二季陆续公布的数据令人失望 民众对中国成长疲弱感到不安 开始担忧自己会失业和收入会减少 加上房地产市场持续下跌带来的负面效应 促使民众宁愿储蓄而不愿消费 除了国内需求低迷 作为中国经济重要支柱的出口也开始崩塌 中国海关总署公布的数据显示 中国5月出口年跌7.5% 萎缩幅度高于预期 而随着欧美因利率上升而成长放缓 中国出口预料将继续下降 工厂订单和消费者支出减少 使很多中小企业对未来感到不安 浙江温州的葡萄酒和销售商 Skart-Yang表示 许多当地企业主都在裁员 试图削减成本 以应应工厂订单的减少 此外 因中国过去三年实施清零政策 导致服务业低迷和房市持续下跌 加上对科技补教等多个产业的监管打压 造成相关行业大量裁员就业机会减少 以及中国大学毕业生激增 导致16-24岁青年失业率飙高至破记录的20.8% 为全国整体失业率的4倍 地方政府债券居高不下 也成为中国政府的一大困境 过去土地销售收入 一直是地方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 但为了防止开发商爆发债务危机 中国政府在2021年 对开发商进行监管打压 直接导致房市硬着落 因暴房市泡沫破裂 过去两年来的房市危机 使得地方政府土地销售收入骤降 与此同时 过去三年的清零政策 使地方政府的支出大幅增加 若不付出的局面 使地方政府财政陷入困境 过去地方政府是透过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融资 来填补缺口 但这个平台债务 不会出现在资产负债表上 成为地方政府的隐形债务 根据IMF2月预估 截至2022年底 中国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债务规模 高达66兆人民币 中国经济面临五大困境 已经很糟糕 更糟的是 习近平并无解决这些问题的好方法 彭博分析指出 北京利用大规模刺激措施 推动需求的典型做法 导致房地产和产业出现供应过剩 以及地方债务水平飙升 在当前这些问题都尚未解决的情况下 类似政策可以说根本没效 美国发布最新前往中国的旅行警示 美国国务院6月30号 发布了最新前往中国大陆 香港和澳门的旅行警示 建议美国公民在前往中国旅行时 查看每个司法管辖区的具体风险和条件 警示中说 由于当地法律包括出境禁令的任意执行 以及错误拘留的风险 请重新考虑前往中国大陆的旅行 由于当地法律的任意执行 前往香港特别行政区时 请格外小心 由于提供紧急领事服务的能力有限 请重新考虑前往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旅行 由于当地法律的任意执行 前往澳门特别行政区时 请格外小心 好我们继续下面的报道 故意跳过美国 中国军方罕见组团访问英法 理解美欧 据一评新闻网报道 在中美关系紧绷之际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问中国 最重视的破兵目标 是让中国解放军与美国军方恢复联系 然而目标没有达成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参加 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 希望能与中国防长李尚福举行会谈 也没有达成目标 但是中国解放军却在6月下旬 主动派出防务战略磋商代表团 访问英国法国 就发展双边防务关系进行商讨 官方并称双方增加了解和互信 中国针对美国与欧洲进行离间 切割的意图十分明显 中国国防部1号在其微信公众号发布 6月24号到7月1号 解放军防务战略磋商代表团 访问英国法国与外方重点就发展双边防务关系进行商讨 围绕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安全问题深入交换意见 增进了双方了解和互信 美国参谋首席联席会议主席米利 6月底曾表示 中国正在寻求重写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 建造一支强大的军队 美军必须加快现代化步伐 以便与中国竞争 中美关系近年陷入低谷 与此同时 中国则加强拉拢及巩固于欧洲国家的关系 中国总理李强6月底访问德国、法国 其目的之一是阻止欧洲向美国靠拢 围堵中国 法国总统马克龙4月初访问中国时 也受到中方隆重款待 中国多家大行下调美元存款利率 据香港经济日报报道 人民币会价近期持续走弱 据多家中国媒体报道 近期中国银行等境内主要银行 下调了美元存款利率 专家指是为了美元单边升值与其降温 据官媒中正报引述机构人士与分析人士认为 尽管银行降低美元存款利率 是出于自身经营的市场化决策 但从客观影响看 这一做法有助于给汇率市场的美元 单边升值与其降温 让市场回归理性常态 对于当前稳汇率有积极意义 这将降低市场机构 对美元存款的竞争性争夺 有利于维护境内美元存款市场秩序 进而有利于人民币汇率的稳定 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明明指出 受到美联储不断加息影响 美元存款利率随之走高 尽管美联储6月议息会议 维持利率水平不变 但点阵图显示 加息终点水平提升至5.5%到5.75% 这表明美联储官员认为 年内还有两次25BP的加息 市场对于美联储后续货币政策的变化 仍在博弈中 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表示 在当前美联储持续加息与其有所降温的情况下 主要银行适当下调境内美元存款利率 有利于维护境内美元存款市场竞争秩序 理顺境内美元利率定价机制 缓解境内美元存款利率倒挂等问题 商业银行境内美元存款利率的倒挂 也让商业银行客观上增加了下调美元存款利率的动力 6月以来商业银行开启新一轮奖息潮 文明称客观上境内美元存款利率的适当降低 也与人民币存款利率下降具有一定的协同性 有利于降低境内企业居民的美元存款需求 对于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具有积极意义 报道指美国金融市场利率水涨船高 带动全球各类美元存款产品相关利率持续攀升 但随着美联储加息周期接近尾声 美元走强较难持续 外溢影响有望减弱 持有外汇存款除了要考虑利率变动 还要考虑汇率走势 人民币大扁 中国外汇黄牛重现江湖 据中央社报道 中国经济衰退导致资金外流 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一路下跌 中国媒体报道 改革开放初期一度兴盛 近年来以销声匿迹的外汇黄牛 近来在上海街头重现 以较佳的汇率招揽想到银行兑换外币的民众 中国改革开放初期 特别是1980至1990年代 外汇黄牛是中国各城市常见的一群从业者 当时中国实施极为特殊的人民币 与外汇券双轨货币制度 加上地下换汇需求极大 且关定汇率及黑市汇率差距甚大 外汇黄牛应运而生 直到专供境外人士使用的外汇券被取消 平用及官方严打违法换汇下 活跃一时的外汇黄牛 才在1990年代末至2000年代初 逐渐销声匿迹 第一财经报道 在人民币今年来不断贬值 且最近贬势加剧下 近来部分民众的换汇热情有所提高 外汇黄牛最近就在上海街头重现 根据报道 在上海南京西路的一家国有大型银行分行门口 就可以见到不少街头外汇黄牛在守株待兔 其中一名自称小方的黄牛表示 他提供的汇率比银行划算 收美元比银行高一到两个点 卖美元比银行第四个点 至于生意及需求如何 小方表示 最近来找我换美元的客户还是不少的 根据报道 上海民众李先生每两个月都要向国外念书的孩子汇款 每次要汇2500至5000美元不等 他表示 没想到人民币现在还在贬值 早知道之前就多汇一点了 现在相较今年初 价格差太多了 一家国有大型银行的上海分行经理则指出 因为担心人民币再贬值 有前往美国打算的客户 最近来换美元的不少 其中甚至有人一次就把一年5万美元外汇额度换到满的 报道指出 经过实地走访 到6月29号指 多家大中小银行的挂牌汇率 美元买价普遍介于人民币7.17到7.18元间 美元卖价则普遍介于7.25到7.26元间 对于人民币不断贬值 一家外汇银行外汇市场分析师认为 市场参与者没有必要过度担忧 若持续走低 预计到7.3左右会有稳汇率的政策推出 而这名分析师的7.3出政策的看法 符合目前市场的普遍预计 中国为稳定摇摇欲追的房地产市场而进行了长期行动 似乎正进入一个棘手的新阶段 数据显示购房需求正在减弱 而二手房挂牌量正在激增 华尔街日报报道 中国房地产销售在2023年出现了短暂的回暖 但包括上海在内的主要城市 楼市成交量最近不断下降 中国大多数城市的房价都在下跌 雪上加霜的是 越来越多的房主正在将他们的住房挂牌销售 这推动新增的二手房挂牌量创下数年新高 根据研究机构上海一居房地产研究院的数据 在包括上海、北京、广州和杭州在内的13个主要城市 5月份二手房挂牌量比去年12月增长了25% 其中上海的挂牌量激增82% 武汉的挂牌量增长72% 报道称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这一增长表明了中国经济在经历了两年多的新冠疫情防控后 开始正常化 疫情防控期间 许多业主的生活按下了暂停键 许多人现在重新开始计划结婚、生子或搬迁 为此他们必须把房子卖掉 不过有一些卖家说 他们卖房是因为面临财务压力 或者对市场失去了信心 想在楼市变得更糟之前尽早脱身 分析师警告 如果有太多的房主同时尝试卖房 可能会加剧供应过剩的担忧 给中国的房价带来新一轮的下行压力 损害人们原本已就十分脆弱的经济信心 中量联行首席中国经济学家庞明分析 住房供过于求的情况恶化时 房价肯定会撑压 他称 看来大家都在等待房价见底 青岛的一位卖房者告诉华尔街日报 此前他不得不多次大幅降低要价 最终在6月初找到了一位买家 他的房子最初挂牌价约12.6万美元 但最后不得不以约合9.7万美元的价格成交 至少自2021年以来 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就一直令人担忧 此前中国政府收紧了对开发商的信贷 以遏制投机行为 一些开发商已经发生违约 给债券市场带来一波又一波的冲击 然而房价从未出现同样程度的下跌 受冲击的主要是开发商 债券持有人和负债累累的地方政府 后者严重依赖向开发商出售土地来获得运营资金 根据在线房地产平台诸葛找房的数据 过去一年中国100个重点城市的二手房均价下跌了0.7% 在美国2008年前后房地产市场泡沫破裂之后的三年里 住宅价格下跌了14% 过去一年中国的地方政府已经采取措施来支撑房价 包括禁止房企提供大幅折扣 《华尔及日报》的报道形容 提振房地产市场对中国政府而言至关重要 房地产在中国经济活动中占到了四分之一之多 房地产也是普通中国人财富的主要来源 如果景气度继续下降 可能会进一步拖累中国经济 在去年年底 中国政府结束新冠清零政策后 中国经济活动起初出现了紧喷 但在最近几个月陷入了停滞 好我们继续下面的报道 网传人大全校学生信息被盗 据联合早报报道 有网民爆料称 中国人民大学一硕士毕业生 盗取了全校学生照片及个人信息 并制作了给全校学生颜值打分的网站 校方工作人员回应称 学校已注意到此事正在跟进何时 据集穆新闻报道 有网民周六7月1号在微博上爆料称 中国人民大学一男生 在读硕士研究生期间 利用专业技术盗取全校学生个人信息 包括照片、姓名、学号、籍贯生日等 并搭建了给全校学生颜值打分的网站 网传截图显示 该毕业生2020年10月 曾在个人社交账号上发布动态公开此事 不过目前该社交账号上的相关内容已经清空 另有网传信息称 该男生疑似中国人民大学高领人工智能学院 2019级研究生目前已经毕业 入职腾讯 中国人民大学负责招生工作的工作人员 告诉中国媒体 学校方面已经关注到此事 校领导正在召开会议牵头处理 学校正在跟进何时 学校官网资料显示 中国人民大学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 第一所新型正规大学 只属于教育部 由教育部与北京市共建 现有全日制在校学生2049人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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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 claws,杨茜茜茜ologn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感谢观看